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 Peace GTC 4的小刚 那去上一次小周啦 大家有看这个影片也知道 那小周在这个专柜劳力士 买到了这个游艇系列 那个玫瑰金的这个Yardmaster 那这个之后呢 40mm那一款小刚就是心里又妒忌 又羡慕 所以小刚就自己去拍了一支 这个劳力士半斤的水轨 这个submariner 这个黑金的水轨 那很开心哦 真的是给小刚 就是拿到哦 今天这一支影片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劳力士半斤水轨 2022年它的一些开箱啦 跟这个我们到专柜啦 我们去看一下它整个体验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 我们两个月之后 这一支影片就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刚把这一只这么美的劳力士 这个运动款拿了回来之后呢 就来这边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小刚会入手这一只表的一些原因 那为什么2022年会推荐这一只黑金系列的水鬼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这次最新目前的这个型号了 是从之前的这个40mm的这个116613 更新为41mm 目前这个126613 那说是说41mm可是有留意各大媒体实际测量和小刚自己倒手之后 那测量出来的这个数据啊 其实和是完全和这个40mm一样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了 我真的是小刚不是开玩笑 那这点劳力士我真的做的很讲究功夫 那如果有兴趣要看更多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 小刚之后啊对比这个40mm跟这个41mm这个新旧对比的这个影片哦 那好了 讲回今天这个话题 为什么说这一只表啊 还有机会入手要趁现在呢 那小刚也不转弯卧脚 很直接的要说给大家听一下啦 大家也知道啊 水鬼来来去去就市场超级日门的那几个经典的黑水鬼啦 到最特别的这个绿圈的这个黑盘啊 哦目前叫starbuck这个星巴克这个水鬼啦到半斤系列里面这个蓝金的跟这个影片当中这个黑金的这些 当然黑的绿的或是这个半斤蓝的基本上哦你要以公价入手前哦 他的那个背后啦你要大表的这个配售哦 确实要多的好几倍哦哦是确实不简单啊 那而小刚询问之后啦 黑金哦就是影片这一款哦是目前啊 剩下还可以最容易又最快搭配到的这个款式哦 那而且黑金的这个升之后的这个市场价啦 哦你去看一看哦 完全其实不输这个蓝金这个水鬼哦 那你再算一算哦 比起全不锈钢水鬼这个公价啦 之后去到市场价的这个升之这个幅度啊 他这个巴仙率哦 之后你可以看到哦 其实几乎是不分上下的 那所以以上种种相关的这些因素啊 在小刚的这个考虑下了 果断一听到有货可以想是马上就拿下这只黑金的水鬼哦 也是趁黑金啊还没那么多人抢购的时候哦 赶紧把它先收藏起来哦 要不然哦过一段时间好像之前小刚分享过的啊 或是木或是这个水鬼系列的这一些 这蓝啊或者绿黑全黑这种款式呢 超级火爆的时候啊就真的是吃了 哦这些因素啦 那简单说一句啦 哦就是保质性啦 不输黑水鬼和绿水鬼 那而且市场还一直在升值啊 目前入手还比较容易 啊别忘了哦 这个126613哦 半斤系列哦 可是含有真的黄金的这个成分的哦 当然全部锈钢水鬼啦 啊之所以很多人抢着药哦 也是因为劳力是定下的这个工价了 哈算是比较便宜哦 以外 实用性方面也比较靠谱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那有贵金属这个 呃金表的这些朋友了 一定知道哦 基本上啊 如果全K金的表了 即使是普通佩戴哦 由于是真金啊 这个本身啊 他的硬度了 这个他的因素哦 那你带了之后呢 用布哦 轻轻卖一卖哦 都会很容易花的嘛 可是半斤水鬼哦 你完全不必担心 呃这个问题哦 那可以说 一样有很高度的日用 佩戴使用性哦 因为很多部分哦 都还是不锈钢材质打造的哦 只有少许的部分啊 用了这个K金做搭配哦 所以啊 我们才叫半斤嘛 也是民间称的这个 图吞 submariner 那再来就是半斤上手哦 也有很重的那种 已经失业非常成功的那个霸气感了 那你侧边去看哦 表圈凹吐的这个边缘哦 你可以明显看到我光线这个反射下了 他黄金反射出的这个光芒哦 哇非常的漂亮 一出场的这个气势啊 感觉明显哦 就比不锈钢哦高很多 当然小刚也提过全不锈钢的这个款式了 目前要到手哦 真的不容易嘛 对不对 而半斤自然而然就成了那些玩表的朋友 接下来最好的选择 还是要说一说 不理是哪一款水鬼哦 你买到小刚也要恭喜你们啊 呃老师说啦 小刚可能玩表久了之后啦 每次看到人家带水鬼啊 自己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新鲜感哦 那毕竟劳力是主打在于他的这个耐用性嘛 不过不过小刚想讲哦 老实说哦 真的要老实讲一讲 那无论几时啦 那小刚从抽屉哦 拿出来看哦 都会给人觉得啦 这个劳力士啊 绝对是经典又耐看哦 绝对属于永远不会过时的这个表款 那嘴角自然也会微微笑一笑嘛 觉得当初啦 真的是没有做错这个选择 那也许这就是劳力士成功的地方啊 而且还是一样很保值的一些手表 这个品牌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拜拜